安安大家好 最近九二公司這個議題吵得沸沸揚揚不可開交 首先我們用30秒的時間快速讓大家知道 九二公司這個東西是什麼 1992年3月 台灣海企會與中國海企會在香港進行兩岸會談 中國在談判過程要求 台灣必須接受兩岸同屬於一個中國的一中原則 台灣同意 但也聲明所謂的一個中國彼此認知不同 中國無法接受談判依止破裂 同年8月 中國和台灣兩邊口頭做出聲明 簡單來說 雙方都同意一個中國原則 但一個中國的定義是什麼 這沒有結論 到了2000年 入委會主委書起 首度將這次香港會談內容簡稱為九二共識 也就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並且列入國民黨的黨當令 呼 OK 那今天我們就來看看 眾人眼中的九二共識到底長什麼樣子 一國兩制 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案 方式 在堅持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 兩岸各政黨 各界別 推舉代表性人士 就兩岸關係和民族未來 開展廣泛深入的民主協商 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 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 及其分裂活動 絕非針對台灣同胞 在90年代的執政者是李登輝總統 這個九二共識 其實就是一個中國 一國兩制 今天對外民導人的談話 證實了我們的威力 也不要再講九二共識 因為這個名詞 已經被北京定義為一國兩制 不再有模糊的空間 九二共識這個名詞 就是我想民進黨不能接受 我很早就建議他們是不是 另外找個新名詞來代替 我現在還不講 我說等我考慮完整以後 我會向我們社會各界報告 九二共識當然國民黨的立場 我們都很清楚 我們堅持的一中各表 就是中華民國 九二共識跟一國兩制 完全是兩回事 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 但是對於它的談議 雙方同意 用口頭聲明的方式 各自表述 這三十五個字就是 原知原味的這個主要方式 你已經自己說一個中國的原則 而且自己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不是兩相成員 我說是國民黨 當時是投懷送放 本來就沒有九二共識 蔡英文就九二共識 萬別 這個 假的事情 要講到要變成 我沒有同意 九二會團是有的 沒有要九二共識 現在用這樣來騙台灣的一部分 好啊 那個說那個說 什麼叫九二共識 下跪投降 講完了就這樣而已啊 大陸方面 其實九二共識是兩岸和平發展的基礎 我對這個立場是表示了解跟尊重 只要有利於兩岸之間的和平發展 我都不會拒絕 九二共識現在最近大陸方面有公佈到的版本嘛 結果這一看台灣這一邊大部分的台灣人民看就 我想照單全收應該很少吧 就表示說這沒有 所以就是沒有共識嘛 我一再強調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前提之下 和平穩定的推動兩岸關係 現在政府責務旁邊帶著承認 九二共識也就是一中各表 雙方認為都可以接受 一個中國在大陸呢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台灣呢是中華民國 雙方的看法不同 但是要擱置爭議 要共創雙贏 這不就是現在的九二共識嗎 是根據當時的 這個李前總統的才勢來的 他對這個九二共識的看法呢 跟我們的看法還是有一些出入 但是基本上方向是一致的 九二共識絕對不能打迷糊仗 雙方確立了堅持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 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的關係 不是也不是一中一台 雖然兩岸迄今尚未統一 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從未分裂 兩岸同屬一個國家 兩岸同屬一個國家 兩岸同胞同屬一個民族 兩岸的關係 應該 各依法律的規定 在一中架構或一中框架之下 來進行 也宣示過強烈的堅持九二共識 大陸和台灣的關係 不是國際關係 不是國與國的關係 他要求九二年香港的火燈 海鹹兩花 有達成一個九二共識 因為整個國的 找不到就是找不到 所以根本就沒有九二共識 那個爭埋過程 錯誤的一個中國政策 使得台灣頻頻遭受中國 在外交上的打壓 無法加入各種國際組織 從未由台灣人民參與的 一中憲法 不僅違反主權在民的原則 更是嚴重背離台灣的主流民意 九二共識確實存在 也是過去兩岸交流的基礎 如果沒有九二共識 過去兩岸之間是如何交流的 所以我無法接受蔡英文總統 說台灣從未接受 九二共識這樣的說法 我想習五點已經把過去 這個所謂的模糊的九二共識 那樣的空間已經否定了 我想這個時間點在談九二共識 那是自己欺騙自己 我想這是沒有必要的 問題是在一國連制 台灣人民不可能去接受 澳門跟香港地位的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所以我熱愛中華民國 所以我承認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我也強烈的認為 目前為止海峽兩岸 和平共識是最好的方式 那我個人 我支持九二共識 我獲得高雄市民最新的授權 這個訊號很強烈 就是東西一定要賣出去 所以陳總統今天講說 沒有九二共識 OK 沒有九二共識這個名詞 我同意 當年1992年根本沒有這個 這四個字的名詞 可是呢 當年1992年是有共識的 這個詞你不能來掉 看完了這些 所以九二共識到底有沒有共識呢 舉個例 小明說玉米蛋餅好吃 小美說火腿蛋餅好吃 小明說你的好吃和我的好吃不一樣 小美說我們不要討論蛋餅好不好吃的問題 雙方堅持不下 但小明和小美都承認這兩個都是蛋餅 最後他們說達成了共識 也就是一個蛋餅的原則 只是小明認為 一個蛋餅各吃各的 而小美則認為 一個蛋餅一餅二吃 所以到底是哪個蛋餅好吃呢 大概就是這種概念 有人認為 保有這種模糊空間 可以讓兩岸維持現狀和平發展 人進的來貨賣的出去 台灣發大財 有人認為 一中就是被中國統一的前提 所以絕對不能承認九二共識和一個中國 不知道你有什麼想法呢 我是長男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